大家好 炸姜面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吃 但总感觉自己做出来的味道一般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今天把正确的做法分享给大家 炸姜面好不好吃 炸酱是关键 首先我们要准备一块五花肉 猪皮的口感不好 把猪皮去掉 然后把五花肉切成小块 然后剁碎 不要剁的太碎 剁的有点颗粒感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剁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着再准备一点干香菇放入碗中 然后用温水泡发 做炸酱我们一定要选择干香菇 干香菇那种浓郁的香味 比新鲜的香菇要香得多 做炸酱会更好吃 准备一块生姜切成姜片 然后切成姜丝 再切成姜末之后备用 先准备一根大葱 这样给它划开 多划上几刀 然后再改刀切成葱末 切好之后装入盘中备用 把泡好的香菇切成香菇丁 全部都切成这样的小碎丁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起锅烧油 放点花椒 放点花椒和芭蕉 炸出香味之后 捞出气质 然后放入五花肉末 把五花肉末炒出香味 煸炒出多余的油脂 煸炒出了一部分猪油 这样做出来的炸酱会特别的香 炒成这样之后 放入姜末葱末 把它们炒香 炒香之后加入三勺黄豆酱 接着再放入三勺甜面酱 然后把它们炒出酱香味 这时候我们一定要开小火慢炒 火不能太大 炒出酱香味后下入香菇 接着继续翻炒炒出香味 下面开始调味 加少许老抽 适量的湿盐和鸡精 再加少许的白糖 接着继续翻炒均匀 然后加入适量的清水 接着在中小火煮五分钟左右 中间注意用铲子搅动 避免糊锅 最后再勾少许的水淀粉 这样做出来的炸酱看得更有食欲 吃起来口感更好 煮成这样不稀也不稠的时候 做炸酱面的炸酱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炸酱看得就非常的有食欲 面条煮熟了 放上胡萝卜丝和黄瓜丝 再浇上适量的炸酱拌匀 美味的炸酱面就做好了 炸酱面这样做酱香浓郁 非常的好吃又解馋 好了喜欢就在家试试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请看我们下期视频 alternately